防颤要防三个杀手锏 这四味药可温馨阳赴心脉 大家好 我是中医孔大夫 中医里面防颤属于心剂 症冲 范畴 其病级是气血 阴阳虚亏制 心思所养 或制淤血组织 心脉不畅 而制心剂 那么当出现哪些症状时就需要警惕防颤呢 今天就和大家讲一讲 在讲解之前你可以先点赞 收藏 以免视频丢失 一 心剂 心剂是指病人自觉心中悸动 惊涕不安 甚至不能自主的一种病症 病人会感觉心中急剧跳动 惊慌不安 尤其是一些阵法性防颤的患者 出现心跳剧动的时间不固定 以至于一些防颤患者产生焦虑的情绪 担心心脏会停止跳动 二 胸闷胸痛 防颤患者心率很快 超过150每分时 心脏泵血功能降低 导致心肌供血不足 引起胸闷 胸痛 也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主要表现是心前趋疼痛 心前趋有压迫感或不舒服 而且身体在休息时或轻微活动时常有呼吸困难的感觉 三 气短乏力 防颤患者由于心功能下降 身体会变得乏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 甚至可以出现心功能衰竭 另外 防颤患者本身心率较快 心率如果达到180次每分 心脏自身的血液供应会出现阻碍 进而引起气短乏力的症状 上述每一个症状都不能忽视 这些症状可能会单独出现 也可能一并出现 这时就提示防颤很严重了 需要及时进行治疗 胸医在治疗防颤上将其分为很多症状 心血不足 症者有多 根据这个症状 今天就给大家解读一个方子 这个方子可以做到温心阳 负心脉 防颤患者在平时可以作为日常调理来服用 有不错的效果 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 这个方子来自山寒论 由桂枝甘草龙骨牡蛎自卫药组成 名为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首先是桂枝 桂枝是一味温性药 有发汗解肌 温精通阳 平冲降溺的作用 桂枝可通行五丈 性温化气 色赤入血 可气可血周流五丈 上生之性入心 祝心阳 可温心阳 第二位药是甘草 这里用的甘草是治甘草 治甘草才有补益心气的作用 可以治疗因心气不足而致脉结代心气动 甘草和桂枝可负心阳之气 乃生阳化气之良剂 第三位药是龙骨 龙骨是大型动物的骨架 现在中草学因为龙骨具有振心安神 平肝浅阳 收敛固涉的作用 可以用于治疗心剂 液晶 睡眠不好 最后一位药是母粒 母粒具有浅阳纳气的作用 还有温振心阳 重振安神之效 龙骨和母粒共用 可以帮助患者收敛心气 同时起到很好的安神作用 以上四位药为心阳不振的良方 现代医家主张以桂枝龙骨母粒汤治疗因心阳不振而导致的缓慢性心率失常 并因为此方具有温序心阳 补益心阳和调和阴阳的作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桂枝龙骨母粒汤适合的是心阳不振症型 这类患者的主要表现为心肌气短 多汗 行寒之冷 心胸憋闷 面色昌白等 通过辨证可以发现此类患者舌指淡或止暗 脉微弱或结黛 若非类似情况 不能盲目服用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有心脑血管方面问题 可以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再见